广东队杜丰大骂超级后卫 35分的后卫主力也被朱方宇直接给盯上了 接下来霍将被淘汰出局 然而却有利于广东队独卦 谈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阿鲜的视频 参加底部的点赞按钮并点一下关注 感谢大家 现在对于广东红队来说 作为网红后卫也是35分的后卫选手 他就是汤杰 汤杰在近段时间的表现 他是被杜丰主教练狠狠的批评了 那么杜丰就批评到 汤杰你是过来打球的 不是过来当网红的 在球场当中 当队员还在球场上拼命 在球场上拼尽全力去打比赛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在这里玩手机 你就不应该在低着头做自己的事情 简单来说 也就是汤杰他在场边打游戏 队友在球场上拼命 在球场上去争夺比赛的胜利 很明显呢 这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汤杰呢 难怪他在之前去到其他的战队呢 部分的球队呢 没有去收留他 而且呢 也包括了汤杰 他在球场上的这种比赛的态度 确实存在问题 不然的话 杜丰主教练呢 是不会这么公开的去批评汤杰的 而且呢 当杜丰提到了 之所以广东队要收留汤杰 要留下汤杰这名选手 这跟汤杰呢 在过去的比赛呢 发现他的发展潜力 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呢 杜丰主教练是有考虑过 给他机会 让他上场去发挥 去表现 但是 如今呢 打了四场比赛呢 汤杰最终拿出来的得分数据呢 非常的尴尬 长军的得分数据呢 还不到两分的数据 并且呢 直到如今 汤杰呢 那在球场上呢 他的态度 他跟队友之间的一个团结能力 以及跟队友之间的这个匹配程度并不高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虽然说呢 汤杰在球场上确实打得很勇猛 每一场比赛呢 都很拼 拼尽全力的去争夺比赛的胜利 争夺球权 但是 在被放下来之后 在汤杰他被放下来之后 哪怕说呢 他没有再次被换上场的这个机会了 杜丰接下来的比赛呢 也不会拍他上场 但他也不能够说 像朱方宇一样啊 在场边玩手机吧 作为广东队的核心成员呢 那么在过往的比赛当中 只有朱方宇敢于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在场边玩手机 场边呢 玩游戏的 其他的选手呢 都不敢这么去做 因为呢 朱方宇有这个资格 朱方宇呢 作为广东队的老大哥 灵魂人物啊 他是具备绝对的实力 他想干嘛就干嘛了 但是对于汤杰来说 怎么了都是一名年轻的选手 作为广东队的年轻的选手 新加入进来的选手 你必须要拿出合理的态度才行 然后汤杰呢 却没有这么去做 所以说呢 接下来才被杜丰呢 大力狠狠的去批评了 而对于杜丰的这个批评 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首先呢 对于汤杰来说 他或将要离开广东队了 因为呢 广东队在过去的比赛呢 遭遇到了挫折跟打击 连续呢 遭遇到了输球 没有说把排名呢 冲到前四名去 现在呢 还跌到了第六名 那么汤杰再这么下去呢 杜丰主教练真的要下狠手 把汤杰给放弃掉 淘汰出局 而另一方面呢 对汤杰他之所以会这么做 那么其实呢 也跟他在之前 其他球队逛出来的 因为汤杰呢 之前在其他球队的时候呢 也同样 打完比赛之后呢 哪怕说比赛还没结束 他同样的在场边 做着自己的事情 丝毫呢 没有去关心啊 队员在球场上的拼命 球场上的拼搏 所以说呢 这样一来呢 汤杰明显的态度上是存在问题的 不管说汤杰之前所表示到的 他很想交道 一直能够争夺CBA总冠军的球队也好 还有呢 汤杰他之前所谈到的 想要追求他的梦想也好 但最起码 你的态度要蹲正 你在球场上不能 玩手机 玩游戏 不能像猪方语一样 如果接下来 汤杰呢 他直接被淘汰出局 反而呢 对广东队的这种 球风会更加良好的 广东队更有机会独贯 那么大家是否有知识和认同呢 杜峰跟猪方语方面呢 淘汰汤杰 换上其他球员了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阿逊的视频 参加点赞的按钮 并点一下关注收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